欢迎大家收到小火子的频道 熊市15000元的时候就看bitcoin15000元 到看bitcoin10万元的时候就看all coin season 每次发引一步才有理想达到 录影时间是2024年12月7日 早上11点30分 bitcoin做了75300元 这条影片patreon先了 如果想早点去patreon 想看完整条影片 欢迎大家订阅 这条影片十分重要 因为真正赚大钱才是买all coin 不是啊小火子 成年来说all coin都不一样 吃了脚 为何还说all coin呢 就刚才我所说 就正如一两年前说 bitcoin10万元是愚蠢的一样 今天即将到来7万8万 甚至可能过了半年 就是10万元的时间 那时才想太迟了 凡事就早点准备 所以觉得all coin season到的条件 我都在研究看着 也看到很多数据都吻合 这个叫做all coin season 那都是不在由投资见 你要提早做这些部署 就要博 等整个市场都不想做这些东西 就好像之前的港股啊 跌到很惨啊 跟着小小的刺激呢 就大反弹 就正如今天呢 前一两个月呢 all coin呢 就吃光了 跟着小小的 bitcoin大爆发呢 就引来一个叫做 all coin有个急速的反弹的 今天呢 那个bitcoin dominance急跌1% 很少见急跌那么多 短期留 未见过呢 会一日跌那么多 那个bitcoin dominance 跌了呢 由60%呢 跌到了可能是59% 足足跌了1% 可能是预示all coin season 到来的 那就马上开波了 小心all coin season 突然爆发 真正赚大钱 在这些all coin bitcoin最多升多一倍 但是 其他的山寨币呢 可能有更大的潜在升幅 还有呢 现在也是一个 相对上呢 是否一个好的一个位置呢 我也觉得还可以进的 一会儿再说了 今天这条片分到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BTC价格update 第二个部分呢 就回估一下呢 11月呢 我之前的一些预估 快了足足十天 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的胜选 再加上参众两院 都好像受着这个共和党的控制 所以呢 之后的一些政策 都可能一推出 就很快就推行了 所以 我觉得可能下一次大爆发 就是这个特朗普呢 讲关于crypto的事 或者关于 Gary Gensler SEC主席 可能被人炒鱿鱼 辞退啊 等等的消息呢 都可能一触即发到 这个BTC呢 即时去到八万元的 那去到那时八万元呢 其实最开心不是BTC 最开心呢 其实应该是山寨币 因为呢 之前所说的有几个条件呢 到达了七万四 再到达八万元呢 就迎来一个终极的 all coin season 而all coin season 开启了呢 就不是说这么短时间之内呢 就会回头的 可能都会有一段长的时间 最少走一年左右的 所以 早点准备了 第三部分呢 就是all coin season 五个条件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超重要的 就是 现在买什么策略 小火纸现在买什么 等等 小火纸不够货 都不重要 如果你有BTC呢 都 你自己决定 能不能换货呢 你就自己决定 小弟呢 什么都有些 可能呢 会不会终极入钱买多一点点呢 我就要看回近期有没有回调 有回调我就买 没有回调就算的了 还有各个深水赛道的一些领币 包括这个叫做 AI里面 Render会不会继续持有 会不会加入一些新的币 还有呢 Meme coin也好 或者Wilus也好 会不会加一些新的币 最后再说了 总之我会 还有 有些人会说 买头几百名好些 还是买几千名拿之下 它升几百倍 一会儿再说了 第一部分 BTC价格更新 一个字说完了 不靓仔 我说完 全部不靓仔 一小时图 小火子你这么说的 又说 什么Bitcoin 八万元 十一月 这样技术上是不靓仔的 几个技术上都不靓仔 包括这个 RSI不正 一小时图 两小时图 三小时图 四小时图 五小时 八小时十二小时 全部都不靓仔 什么都不要做 现在建议 你可以调来调去 但不要加钱 即是说 Bitcoin转山债币 你自己再想 现在都 不如出击的 第一个原因 RSI全部是技术指标 MACD不靓仔 第二 流动性急跌 我一次流动性急跌 我一次流动性急跌 流动性急跌 最主的原因 就是因为 很多人说特务测上场 都是会加关税 加关税 预示 可能就会 其实特务测上场 都仍然有成两个月 一月才上场 已经说定了 加关税 通胀上升 通胀上升 令到减息的机会率 或者量 或者速度 或者幅度 都会小很多 令到市场维持高息口 都会令到市场资金的松动程度 没有那么高 亦都在说 减息预期 今年我都见到少了很多 下年减息预期 都是说 今年减两次 下年就减两次 成年减两次 所以 可能导致一些短期的 例如金 或者 这个比特币是有一个反向的 就是说其实高息 是不理比特币的 但是比特币有另类的加持 包括Halfing 和特务部的加持 成为国家的储备 我稍后再详细说 我今天其实想到很多稿 让大家看看 十八个我在牛市里面的一些 学过的经验 遲些才会 因为还有一年让我玩 这一年 我会混身解数 用了这么多年牛市的经验 教他如何去赚多些 以及防止被骗钱 我都经历太多太多了 我不多说了 总之一句说话 技术分析一般 流动性跌 但是成本也是高的 成本高 如是 当交叉的时候 会有一个好的价格 对上两次交叉 对上一次交叉 大概是这个位置 14000元 交叉完之后 大概过多 交叉完 11月3日 大选 然后到12月1日 先等等 看错了 看错了 看了黄色线 交叉的时候 大概是13000元 但到了大概 一个月之后 比特币创造新稿 这个就是 上当年的情况 再看之前 仍然也是 创造新稿 简单来说 当这个叫做 黄色线 或是黄色线 升穿蓝色线的时候 数字就会得到 一或二下 就是一个境界线 就是说 开始没有那么急进 都是可能 迎来最后阶段 当这个叫做 数字到达0.5 即一挖出来赚一倍的时候 就是一个超级危险的讯号 如果我们今天 7万元 然后 15万元 它的数字是0.5 就可能要全部离场 都未定的了 这就要 遲些再说 第二部分 简单来说 短期不要减少 让它回调 你注意到 可以调仓 调去山寨 因为山寨币 就像之前几个月的港股一样 死气沉沉 一有少少风吹草动 就会大激上 就像今天看到 很多山寨币 大激升 它是Renda 也好TAO也好 或者9币也好 或者很多的面币 例如我之前 我所喜欢的一个新的面币 就是SPX 也有一个不错的升幅 还有一个Modern 河马币 之而似量都有不同的升幅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部分 看看之前的 11月预估 还有一些微调 之前预估 11月17日 看我之前两三个礼拜之前预计 我现在两三个礼拜之前预计 这个 很快创新高 11月10X日 就7万3 我预计是11月17日 谁知道 今天是11月7日 已经 17日 快了10日 已经超过了 有什么看法呢 我现在立刻说 11月7日 创新高 现在75,000 7万5加7.5 我看那样子 75,000